大家说一个关于知青的小花絮啊 这个 靖一丹啊 中央电视台那个靖一丹 他原来就是知青 他在知青是广播站的广播员 后来文革后 他考的这个广院 北京广播学院 后来去央视啊 他的女儿后来嫁了一个美国人 嫁了个老外 这个 他的妹妹好像在哈尔滨住 给他去信 去信的地址叫黑龙江省密山县 铁字409信乡214分队 铁就是兵团四师 黑龙江省生产建设兵团第四师 黑龙江省建设兵团共有六个师 分别用建设钢铁边防 六个字代表啊 一师叫建 代号是建 二师是社 三师是钢 四师是铁 五师是边 六师是防啊 四零九 就是四师的 四十一团 二一四就是十四连啊 这还有静一单 静一单的照片啊 是吧 静一单 那会儿都年轻了哈 静一单呀 什么白颜松啊 崔永元啊 是吧 这些人啊 碧福建 还是陪了我们很多年啊 包括赵中祥 倪平 赵本山啊 静一单是七二年后来他有插队 他去的是通河县 清河镇 清河林业局 那会儿他们屋子里还经常有蛇 在林区 蛇比较多 后来他要临场要建一个广播站 这个静一单的初中就是播音园 广播园啊 后来就让他做了这个广播站的播音园了 这不就是在广播站吗 是吧 北京广播学院给招走了 从此就改变了命运 北京广播学院啊 北京广播学院 那会儿人还得很朴素啊 现在叫传媒大学了 中国传媒大学了 崔永元就在这啊 搞了一个什么 一个一个一个中心哈 把很多老电影什么的都保留下来了啊 嗯 这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 我还认识几个人 就是插队回来的 老知青 有一个张姐 是我的客户 这个张姐得七十岁往上了 他是新营厂 中央新闻记录电影制片厂 在北太平庄 工会的 还记得他们工会主席 同时也是厂长助理叫陈卫 啊 这二位对我不错 这个张姐的爱人也姓张 是广电部 无限局的工会主席 他们夫妻俩都在工会工作 九几年吧 九四年九五年还是哪年 九几年 我还到他家吃过一次饭 他们家住 这不是十岔海是一组吗 那么十岔海 后海 西海 前海 就最西边那个海 快到新街口喝口了 应该叫西海吧 他们家就住西海的 最西头 然后 上了岸之后 正对着那院里 就住那院里 去年夏天吧 我回北京 我还去找过他 正好那天 我去新街口 新街口四川饭店吃饭 四川饭店吃饭 然后我还去张姐家 我还打听他 结果还进他们那院了 发现他们家原来住的房子被拆了 听说 搬到了小西天那边去了 那边应该是他们新营厂的宿舍 可能是 搬那去了 另外再跟大家说一什么呢 就是 刚才聊到了插队 聊到了黑龙江 聊到了兵团 聊到北大荒啊 这是一系列的 就是我在旺京住的时候啊 你说这个北京人 还是有一定的优势 这有一天 我从小区出来要打车 正好从小区出来 开出来一辆出租车 后来跟你司机一聊天啊 他的儿子就在小区里租了个房 儿子和儿子女朋友 那个女朋友 就是黑龙江 北大荒的 然后那个女朋友的爹 是北大荒这个 这个这个农肯总局的一个分场的 一个农场里的头 他们家自己包地 就当地啊 东北的大粮户 他们家包地就包了一万多亩地 每年的收入都在几百万人民币 特别有钱 所以他这个儿子 就因为是北京人 然后他爸是开出租的 让那女孩愿意就跟他好 然后俩人还要去美国留学 说前一段 这个小两口吧 没结婚吧 男女朋友 还到美国去考察 你看没有 人家有钱要考察 就哪个学校合适 我去哪个学校 还有一次 我打了一个出租车 还是郊区的一个 平谷的吧 是哪的一个出租司机 然后他是 那次是在北四环 北四环我是由东往西开 就是打他车 那司机跟我说 说找了一个山东人 他儿子吧 还是女儿 找了一个山东的对象 好像结婚了 他还不太乐意呢 但是人家一家在北京两套房 在这个北城一套房 南城一套房 买两套商品房 人家在北京是做钢材生意的 做钢材生意的 然后这个 后来我就直言不讳 我就跟他说 我说你要不是北京人 他要不是外地人 是吧 你一个开出租的 人家做生意的 人家都不找你们家孩子 是吧 我说你这个 你北京人还是有一些优势 是吧 我说你得 不能说感恩吧 最起码你得知足 是吧 我跟他说了之后 我看他好像受到点启发吧 之前说句不刻意的 还真不知道自己吃几碗干饭 是吧 不知道自己几斤几两 其实我们吧 也别觉得自己 你今天拥有的金钱呀 地位呀 这些名啊利呀 不是应该应分的 是吧 我们要对 不管是谁给予你的 都要感恩 是吧 比如说整个中国 我们对美国还是要怀有最大的善意 我们要感谢美国人 虽然我们毁坏了环境 我们劳动密集型 我们受了大泪 但是没有人 美国人给你订单 是吧 你上哪儿挣这个 每年几千亿美金的贸易顺差呀 是吧 你没有这么多的贸易顺差 中国的耕地都不够 大量的好的土地 好的耕地都搞成开发区了 老百姓都吃饭都费劲了 对吧 所以我说人呀 呃 饮水思源 是吧 吃水不忘挖井人 您说呢